有着将近200万平方公里大的国土 比台湾大60倍的国家 人口是台湾的6倍 首都墨西哥城平均海拔2200公尺 是全球最高海拔的都会区 全国总人口1.3亿人左右 墨西哥城是天湖所形成的水上城市 西班牙人16世纪打败阿兹特克帝国后 以平原建筑后建立起来的新西班牙首都 现代的墨西哥城活动人口大1800万人 位于中央公园周遭遍布商家和小贩 白天的城市非常有活力 且安全 观光客跟当地人潮络绎不绝 街房也不少当地小吃 当地人最爱的甜点是奶洞跟飞烘烤类糕点 油炸类跟烤鸡更是不可或缺 不过对墨西哥人最重要的就是 玉米 墨西哥是他的故乡 撒上红椒粉涂几柠檬汁撒点盐 这种烤玉米小饭街房小梦里时常可见 玉米大颗且口感较硬Q就像台湾酪玉米 但我还是钟晴当年在纽约赶良的墨西哥风味 也可以在家电子酸杆的起司粉末更是不同感受 墨西哥人使用玉米已有4000年以上历史 在5600年前的墨西哥蝙蝠洞穴已经发现过 甚至还有所谓玉米神的存在 人类 市区里 宪法广场充斥着熔熔墨西哥文化 总统府也在这里 这边小贩也不时的吆喝生意 带着玛雅风格的陶土泥座 或墨西哥亡灵节重点的葫芦头 更是搭上动画可可夜总会的热炒 卖的火候 1534年西班牙人发现大量银矿 至此墨西哥有了白银帝国的称号 当年西班牙很多教堂内部银器的摆饰 都是从墨西哥的白银矿区运回去的 如今在墨西哥当地也是价格不菲的纪念品 手边手环是当地妇女很常见的手工火 我也误释了一条当作留念 选了一条多样色彩代表多种文化的墨西哥 阿兹特克五嘴 头刀羽毛刺脚从早到晚调调 在原始宗教 舞蹈是祈祷或祭祀的前夕 调完舞后 阿兹特克人便点燃香薰等物 为民众做仪式 最重要的就是要驱邪祈祈祷 对着民众吹起 象征吹走邪灵 波隆熏香烟雾也达到近身驱邪效用 有机会到宪法广场的话 不妨来试试着阿兹特克人的传统宗教习俗 墨西哥这个国家 有将近80%的人口是信仰天主教 前程的祷告以及手握天堂的钥匙将会引领着你 前往那道神圣的希望之门 而我也满心期待遇见此门 瓜达鲁佩圣母圣殿 世界三大圣母显灵圣地之一 1531年圣母向信徒迪亚古显灵 让他转告主教在此境界的圣母院 迪亚格带着冬天盛开的玫瑰花 当圣母凭证拜见主教 冬天里的人战法玫瑰是多么不可置信 1554年墨西哥发生大文艺超过万能上升 天主教会求助于瓜达鲁佩圣母 而德语迅速化解 此后每一天灾政府就会求助瓜达鲁佩圣母 并于此地速度兴建圣母院教堂 圣教堂最多可能红纳斯万人同时做弥撒 每年也都有数百万信徒支持朝圣 目前教堂还保有当年迪亚古戴着玫瑰的斗篷 还有近500年前的圣母像 始终令这圣母显灵的故事 涌出每个信徒的心中 鉴于1573年历经将近150年建造历史 是每座最大也是最古老的教堂 建在在原来的阿兹特克神庙上方 大教堂的浮雕风格都深受当代著名的卢本师影响 巴洛克、新古典主义和新无印复兴风格在这表露无异 墨西哥人需付费在教堂受洗后 会领有证书 自此以后生老病死结婚才能使用教堂 内部镀镜的华丽色华彰显当时年代的宏伟 黑耶稣的由来来自曾经以为神父被投毒 耶稣为己知己吸取毒药拯救了神父 耶稣吸取了毒药全身转为发黑 从此黑耶稣的神迹形象在墨西哥广为流传 也或许是西班牙人为了在天主教在此地登阶地气所发展出来的故事 墨西哥城因海拔较高属于高原气候 早晚较量温差也大 早晨的墨西哥大街上 有着非常多的街边早餐 热乎乎软身的汤品更是热门 今天就来品尝最道地的墨西哥辣汤和Sinta 使用牛肚作为食材 加上烟熏辣椒、酸橙、洋葱、牛子叶来调味熬煮 上桌前再挤上大量的墨西哥人热爱的小柠檬 早餐 这是当地的传统早餐 Hansita 一杯五十块早上热腾腾的 来到城市的兰区 造访墨西哥的街边小吃玉米饼Taco 一般的玉米饼饼皮都是米白色之多 而竟然还有添加蓝色玉米所做出来的Taco饼皮 多多花金素饼皮又是什么味道呢? 我们去尝尝 今天来拜访墨西哥城最好吃的Taco料理 非常不显眼的是 有着帅气老板Chris 选择下午能炒鲜少的时间到访 选择下午能炒鲜少的时间到访 才能好好悠闲享受这美食跟音乐 不到的空间但却简约的内部装潢 就连制作Taco的料理台也开放式呈现 周围只有一排酒吧台桌 四处摆放着耀眼迷人的五菜酒瓶 老板为我挑了一杯墨西哥风味的Mesco鸡尾酒 熟练的手把倦庭的外标 我都为之着迷了 不仅仅是我的肠上一口接口 满心期待的餐点的到来 老板特别为我准备的虾肉鸡肉 五贼的三合一特别拼盘 我轻转往水里塞 那坦崖的虾肉多汁的鸡丁 我不敢置信这拼命的小吃也能做得这么惊艳 我总算相信为什么它会是墨西哥人口中说的第一名了 我再加点了蒙入人气牛肉Taco 依然鲜韧多汁的口感 我想起了广告台词以后吃不到怎么办 多点了一杯海明辉喜爱的Dakiri 缘怀一下我正在不怕说苦说烂的伙伴 老板为了我调了一杯姜汁Dakiri特调 依然涉气里面的力量动作 我想你们也为之倾倒吧 姜汁Dakiri特调 那威西娜酸甜的口感 我在墨西哥最好吃的Taco酒吧 画来念着古巴 在墨西哥城都可出过的 还有登楼来欣赏全城景观 来杯亚马加风格的马格丽特 以及圆上鲜韧帐跟墨西哥牛排阿拉丘兰 那牛排独特软嫩的口感 如今依然无法忘怀 搭配着滑溜酸味的鲜韧帐非常开胃 在这傍晚的时段来访 边壳黄昏还有夜景依然无异 在墨西哥龙蛇兰除了做酒以外 早期尖锐的叶子尾部还拿来当作武器 叶子的外膜也被运用当作记录用纸 而叶片中的粘液也可制作洗劫用品 如肥皂、洗发炉 而叶子的纤维还可以提取出来 当作仿制材料 或是我们很常见的亚麻用品 在墨西哥市区有多种建筑 总是会吸引你的目光 今天来场艺术饗宴吧 外部是新古典更新艺术风格 1934年完工 也不是装饰艺术风格 有着地底派大胆的集合形式 也受派新鲜色彩以及力度的强烈表现 墨西哥画派的多彩风格 描绘出当地著名的朴实情感 玉米 羊驼 甚至除外拖荒的心情 画作记录下的生活还有生存 人类的生活里带来了 机械的发明 相机 电影 透镜 还有玩纸牌的享乐人们 当然也有着抗争暴动的冲突 甚至毁灭世界的毒药以及病毒 当地赖以生存的作物 凤梨 小麦 玉米 人类就像是这世界的掌握者 一边是资本主义的生活 另一边则是列宁的社会主义的号召 聚集在红场游行的马克斯恩格斯和托勒斯基 无熟的罗马雕塑是没有目标的西方文化 唯一相信的还是宇宙的主宰者 人 这是当代跟比卡索 马迪斯齐名的《Livella》最著名的作品 当晚建筑墨西哥独立100年所改建的剧院 意大利跟墨西哥建筑师文流合作 有着墨西哥风格的图像点缀 同时黄虹风格奢华期盼 在这最有名的国家剧院 怎么能错过看场表演呢? 今天的尝试是罗密尤与朱丽叶 买了张票看场墨西哥芭蕾 来感受一下国家剧院的内部风采 墨西哥芭蕾多彩的气派 活泼 在这更是无语伦比 无法露营跟你们分享 就请你们来一趟吧 我在墨西哥 我在这里重温莎士比亚的剧作 也找寻着一个朱丽叶 在墨西哥城有个大家都清楚的分界 以宪法广场为中心点的东西道路为界线 北边治安较差 观光客不宜单独前往 东边有在地商家市集 但爬手多也要六亿 西边的步行街最热闹且人潮最多 晚间在步行街的镜头中央公园 更是相机的夜市出现大批小吃摊饭 如果你想要来吃顿宵夜 这里绝对是不二首选 这里绝对是不二首选 不论当地人又或者是旅客 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满满的期待 亡灵节是墨西哥人迎接王者回来的日子 虽然有点像华人的中年节鬼节 但却充满文心等着家人的回来 万寿菊在这个节日是不可或缺的 地上撒满黄金色的万寿菊地毯 是迎接王者回到人间的道路 家家客户户买个王民间面包 回家跟家人分享 家里装饰祖先祭坛 摆放着祖先爱吃的东西 骷髅头或是祖先的照片 都代表着还没一万的亲人 如果没有了亲人的照片 也代表着亲人被遗忘了 也就回不到人间来了 花张库的鬼脸是亡灵节必做的事 等待夜色的到来 也伴随着万圣结欢愉的气氛 城市开始热闹了起来 步行街上开始充实着各种鬼怪 都渐渐地往大教堂、王场聚集 王场装置着各式彩灯 跟过节的观光客 还有当地人潮 独特又或者带着墨西哥风情的装扮 更是引人注目 骷髅头一直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对于华人世界总是对骷髅头有所疙瘩 正是东西世界两样情 街上也流落着各式不同创意 亡灵节已然跟万圣节融入同一风情 这天万圣节的夜晚 墨西哥人也在等待了王亲的归来 一年一度墨西哥人追逝亲人的节日 也已是个家人大、华般的盛大 每年11月2号更有着盛大的游行 街上满满人潮、游行队伍五彩缤 欢愉的庆祝这天 墨西哥人的习俗 小孩的亡灵因为跑得比较快 所以11月1号就先回到人间 11月2号大人的王亲也会全速的回到人间 所以当天也会有不少人到墨园野餐开派对 跟祖先对话 就像我们的亲民节吧 只是似乎有着不同的无距离的氛围 毕竟墨西哥人相信 死亡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 而且家人依然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着 而我也开始懂他们看待失望的先情 在亡灵节盛大游行结束 最后一队电尾的就是清洁大队 沿途立即完成整洁 以及接受众人的欢呼感谢 游行路线的终点在宪法广场聚集结束 这次的墨西哥城介绍 也希望让你有多点喜欢更认识 我是台湾人 我是Cookie 我在墨西哥 我们的第一次看 我让你加上了一路 我找到点心 我找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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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